同学会上与初恋再次相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成婚多年的小桃这天收到了一封信 是高中同学聚会的邀请函 毕业之后未曾与同学相聚 对于这次的邀请 小桃心里已是蠢蠢欲动 丈夫牛头小子深爱着小桃 看着小桃殷切的目光 牛头小子微微一笑 应许了小桃去参加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上 小桃遇到了高中时代的白月光 小帅高中时代就很受女生欢迎 优雅帅气的同时 核心力量又异常强大 还有着娴熟的运动技巧 而那时的小桃却青春懵懂 心里有着浓浓的爱意却羞涩不敢表达 小桃不知道的是 他也是小帅心里的那个朱砂质 小帅和小桃就像双曲线 在高中时代无限接近 却又无法互相触碰 小桃和小帅互到近年来的情感状况 气氛也渐渐有一丝微妙 春风话语一般 让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 自己的心里永远一块地方是属于对方的 我 午夜 与小帅愉悦的交谈 让小桃不觉间喝了许多 不胜酒力的小桃 已经没有了回家的力气 而另一边 小桃的丈夫牛头小子 也还未睡去 一直等待着小桃回家 两个人的感情 最终要三个人来共同分享 许多天后 小桃与小帅在街上相遇 这次小桃的身边多了牛头小子 就这样 小桃与小帅此刻已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今天 或者为了